美国这是扛不住了吗 昨天晚上美股大跌 英美达下跌5.6% 科技七巨头合计蒸发5000多亿美元 大概人币4万亿 深受咱们中国投资者追捧的纳指ETF是大跌4% 如果你刚刚割肉A股买入了纳指的话 那你只能无奈的两头挨打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昨天晚上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了 数据显示通胀正在降温 6月末季条CPI年率录得3% 大幅低于预期 住房租金等等顽固下面的涨幅也在放缓 那通胀放缓不就意味着美联储的降息越来越近了吗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 现在市场对于9月份降息的预期概率 已经从之前的70%上升到了90% 那降息按理说不应该是有利于股市上涨吗 为什么降息了美股反而会大跌呢 这就说明这两年美股上涨的动力 很大一部分都是依赖的国际资金的支持 比如说美国利率比我们高了三个点 那很多资金就会选择出海去赚钱 美联储快速的加息 它红吸了全球的货币 正好赶上了人工智能时代 它的科技七巨头业绩大增 被全球资本疯狂抢购 带动了美股的大涨 我们之前视频里面就聊到过 美国跟我们的金融博弈 就好比是高血压大战滴血糖 如果美国持续加息却发现 没办法彻底把对手打到崩溃的话 它就会选择降息自保退出游戏 那什么叫降息自保呢 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经济它自己也没有办法承受长期的高利率 今年美国的失业率不断的上升 已经超过了4% 继续加息 恐怕通胀要变成通缩了 第二是美国国债的规模已经到了35万亿美元了 如果持续高息 过上几年 美债的利息支出将会超过2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受不受得了呢 如果违约引发债务危机 将会威胁到美元信用 第三就是股市了 资本市场是美国的基本盘 如果出现崩盘下跌 可能会带来经济危机 甚至体系崩溃 如果继续加息 不断推高美国的涨幅 等泡沫破裂的那一天 后果又将会难以掌控 所以还不如在泡沫吹到最大之前 自己主动把它给戳破掉 就像我们的房地产 咱们就是主动戳破的呀 在经济环境还不错 美联储还没有加息之前 咱们就出台了三条红线 戳这个泡沫 如果在晚上两年戳这个泡沫 那后果没准会更加的严重 那现在呢 欧洲是已经开始降息 美联储在今年开启 降息周期的概率 也在无限的增大 新一轮全球货币宽松的浪潮 已经再次到来 也给咱们实质性的降息 打开了空间 低血糖的朋友们 坚持住啊 葡萄糖就快要到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